OK好 那由大到小怎么做 基本上也是不外乎就跑回圈嘛 前面我讲过 后回圈 由大到小其实之前我们大分那个回圈大分forI等于什么 都会是由小到大由0开始 0到 假设我们有13个就12 0到12 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刚好倒过来我们是要由 什么 由大到由13 到 0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那你想说老师 这样子应该 这个缝回圈不是都一直增加吗那如果要减少怎么办 特别注意请各位多记一个东西叫step step就是 他的间距 后面的话减1就可以了 step减1 就是 我是用副项的方式慢慢一直在叫做 一个是递增嘛 这个是递减 逐一的把它减去 那实际上 0到12实际上也会有你放step也可以 只是说后面step加多少加上1就可以了 预设其实1 其实是把它省略掉 省略掉了并不是没有而是把它省略掉 那同理可证 如果你今天呢假设是要什么呢 单数或双数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减2就可以了 12的话 他就会12 再来多少 18 8 有没有 就是step兼具的意思 这个地方我想各位自行再去变化 然后enter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 复回圈就可以增加很多的延伸性的应用 step 就是反向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移动 那要怎么样移动是最最好的 当然方法很多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移到 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 怎么样移是最好的 当然你不要像傻傻的 像那有些 有些我看这有些每天就是在做 做这种土法裂钢的动作 就是这样 就在移动 移动工作表 就是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